泰国曼谷近郊的一家鞋场起火狂烧 火焕怀疑是器械短路所引起 而在包括西部的北壁府等地区 却遭受洪水的困扰 浓浓黑烟冲天 现场传出多次爆炸声响 烈焰很快将沙漠巴干府这座鞋场吞噬 消防员花了大约两个小时将火势控制下来 也出动直升机空中洒水灌旧 由于厂里存有大量化学物 当局正在调查这些化学物或有害物质 是否已释放到空气中造成污染 北壁府的村民赶在洪水进一步恶化前 将养殖的一万多只猪转移到另一个猪场 当地道路被洪水覆盖 只有大型卡车才能通行 给运送这些牲畜的过程增加难度 较早前洪水高涨 已导致三千多只小猪被淹死